恐怖情人 女友当性奴 拒捕打罚警 台北市一名32岁邓姓男子 涉嫌多次殴打性侵女友 上周罚警拘提他时 还拒捕殴伤罚警 去年他不满同居女友提出分手 殴打并性侵女友遭到起诉 之后他跟踪女友 撒谎自己得了癌症 将他骗到住处囚禁 期间多次性侵 把女友当成性奴 为了不让女友跟外界联络 他没收手机 也不出门 三餐都叫麦当劳外送 还在房间门口打地铺睡觉 寸步不离监视女友 身上的钱花完 就强压女友去提顶存款 供他花用 女友不堪囚禁 表示头痛胸痛要看医生 趁着在医院照X光时 向护士求救报警 警方在急诊室当场逮捕 这名恐怖情人 却让他交保继续威胁女友 他溜到女友宜兰老家 从遮雨棚爬进二楼女友房内 叫醒他谈判 威胁他不准出声 又想强行将他拉走 女友挣脱报警 北检将他依妨害自由 强制性交等罪嫌起诉 他却拒不出庭 上周三法警持鞠票登门逮人 他的老父亲痛心地说 赶快把他抓去关 法警强制居提 他拉扯拒捕还大喊 我流血了 结果受伤流血的人竟是法警 开庭时他不认错 还大言不惭说 我以为他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法官以他有逃亡之余 且连续对被害人不利 当庭裁定收押这名恐怖情人 动新闻台北报道